兄弟姐妹们要保持健康保持长寿 宁哥已经把模范们20年后更精彩 更燥热的中老年追星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2040年解除知性封印 肆无忌惮地安利他的演技 比如说等我到50岁了我演部戏 你可以夸一夸 以老卖老嘛咱们 到时候咱们就来个以老卖老 2050年面积黑紫 粉黑爱豆齐聚一堂 会把酒言欢 还是会大打出手 你啊我想跟你跟这些黑粉商量一件事 请你们继续黑我 好不好坚持住 等60岁的时候 你来找我咱们一块吃顿饭 你能坚持到60岁的时候 我就请你吃顿饭好不好 加油啊 2050年 听你在直播间口无遮拦 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到了60岁我也给你直播 天天俩给你俩唠 到了60岁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真的可以 以老卖老了 有什么想说的随便说啊 我就不用现在 就是又六思五思的了 那个时候就在那里玩 一招以老卖老 在这个娱乐圈看到什么不爽的 马上就开始骂 然后就可以说 我当年那个时候 现在这帮小鲜佑根本就不行 我当年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是一天到晚 白天拍完戏之后 马上还在直播陪粉丝 你说的多么的努力 你看看现在这帮小鲜佑 当时我也可以说这些话了 2050年 听你爆料 现在不好讲出来的 不正当竞争 我给你们讲一件事啊 虽然这时是特别的 那个什么 讲不讲 非常恶心的一件事啊 讲不讲 不讲吧 那就不讲吧 算了吧 我60岁跟你们讲 60岁在讲 到时候我把人名都给你说出来 我打算在75岁那年 搞一场演唱会 75岁的时候 我准备搞一场演唱会 到时候呢 怎么说呢 这个演唱会 当中间有什么 有什么环节呢 有这个 呲背心环节 这个演唱会就非常的劲爆 等我75岁的时候 当时就先上场 一首歌啥一歌也没唱 先扔一瓶水浇头 然后开始甩 甩头发 然后开始流满身都是水 然后开始撕背心 非常劲爆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老头光芒的 你们是下面一群老太太 给下面给我看的 咱这个演唱会 不叫树米南山了 就叫夕阳红演唱会 有朋友说 到时候我们的拐杖 都是荧光的 把你们的拐杖 变成你们的荧光棒 好不好 我们就台底下 就会舞 都在那一个老太太 会舞拐杖呢 在那边 拐杖都带那个 走马灯那种的 给我闪烁起来 就是这种的 可以 陪你把拐杖 走成荧光棒 您哥老年证半价不 老年证半价 也是可以的 你当时要是拿出个学生证 我觉得也是奇怪 有没有老年证带 这么搬家 别胡说八道在那 看我直播的人 都得不了老年证带 你关注一下 摩登兄弟刘雨宁 这个人吧 酷